好 接下來我們來證明這個定理3 這個叫做Linear Property 也就是說呢 現在F跟G 它是一個可微分函數 那K呢 它是一個常數 那現在第一個呢 這個K跟F乘在一起 表示K是係數 那如果一個函數呢 它前面有一個係數 要下去做微分 那麼這個在微分的時候 這個係數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這個定理呢 證明說呢 它並不影響這個微分 我們只需要把它提到這個D的前面去 好 那麼 按照定義 這個導函數的基本定義 它其實呢 就是T居向於X 那麼 T減掉X 分之呢 KFT 再減掉呢 KF 好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函數 它是K乘上F 那所以呢 按照基本定義呢 我們就可以把導函數的定義呢 寫成像這個樣子 那因為這個K呢 它是係數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這個 提到這個分式 就分子的最前面 所以它變成呢 K乘上 括號F T減掉F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極限的運算 這個K呢 並不影響 所以我們又可以把它拿到這個 Limit的前面去 那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一個像這個式子了 這邊是F 然後減掉這個F 好 那麼 做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同學會發覺說呢 這個其實呢 它就是 導函數的基本定義 好 這個F的導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黃色的部分呢 把它換成呢 F' 那F' 你又可以把它寫成呢 這個 D F 好 所以我們就導得第一個公式 就是呢 如果這個 函數的前面 有一個係數的話 那麼 這個係數呢 你可以把它拿到這個D的前面去 位置互換 位置互換 那麼 譬如說舉個例子 假設說呢 我們把剛才這個 3x的5次方 那麼你在做這個微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3 拿到D的前面去 然後針對x的5次方下去做微分 那這個x的5次方 也就是x的n次方 那你給它微分的時候呢 5次方微分變5x的4次 好 剛才那個公式 那所以呢 最後呢 我們就得到呢 它是15x的4次方 那因此呢 這個3 係數在微分的時候 它並不影響微分